你自信所起的念头 你都能够念念之间告诉自己 能觉得是谁 那叫做自信不住自信 你先学会自信不住自信 你也先学会切莫信如意 切莫信如意不是让你离开应念 说切莫信 这样你不住自信 也不是离开种种心所不住 而是你明白知道的是谁 明白觉体 他当下就不住 不住当下一念还在清楚 什么是烦恼 什么是不烦恼 那都是过去种种因缘 因为过去我习惯 如是解读故 所以今天如是烦恼 过去我习惯 如是夜行故 所以现在念头之中 起成种种的造作 那你现在为什么能解读 现在能解读的 就已经不是过去的业力了 所以那个才叫做 真正断恶 真正断烦恼 真正断恶 真正断烦恼的人 他还可以讲尽现前的 所有一切 过去也感应缘 为什么 为什么如此 决心就是如此 什么叫决心就是如此 你用到那个决心 连自新所起的念头 过去的种种 原成的气氛 你都能够绝 那为什么过去不绝 过去不绝 不要讲佛法 过去不绝 讲心理学就知道 因为你当局嘛 一定迷 不但你迷 现前的种种 缘起的境界 你还根本迷了 你本来应该有的 亲民的制造与发心 所以你只要有一面 自己在这个声音上面的反省 有一面 知道如实的道理 你那念念之间 若是已然知道 不甘心时 你就已经叫做 欲归家人了 将来甚至于老死先前 病死 老病死先前时 不都是感觉吗 你能够找到一法 离开过感觉的吗 找不到 但这么大强烈的感觉 你如何能够解脱 将来的老病死 种种烦恼 种种痛苦呢 你是照料 根本本来面目的人 你觉得老病死的是谁 你过去念念 都在如是决心上面 体会的人 每一个念头 你都能够知道 觉得的是谁 将来老病死先前 纵然我们过去 生中造了极重恶业 今生要陷在大痛苦之中 大病痛之中 我都能够保证你 陷入是病当前 你不过就是宵夜而已 你可以陷 但你不见得受 为什么不见得受 因为都是绝 绝绝的受 跟绝绝的不受 都是绝 绝可以陷受 绝可以陷不受 但你不能说绝有受 绝有不受 所以释迦牟尼佛陷病 你不能说他有病 但你不能不知道 释迦牟尼佛可以试病 视线生病 就是告诉你 决心就是如此 那才是真正佛门之中 汉传佛法 大圣佛法 真正拔击众生的法门 那个再也不是讲玄讲庙 讲到你好像 只是一味的依赖 讲到你自己都不知道 将来是不是真的 佛能来接你 那种心中的委屈 所以那才叫大法 都没想到 然后再试板 要勉勇 浩和 都没有 所以 我 感谢观看